在Eddington這裏的整個建築 基本上是用全新的科技去整個屋子 是更有用家和 eco-friendly 都是用這個MVHR系統的 放一些新鮮空氣進來 在這裏有Sensor 酒店式的Style 如果給我住 我都覺得很舒服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Peer Living 很多我們劍橋的觀眾和朋友都會說 怎樣才能進入那間好的小喉 今天我來到Eddington Night Park 我們就幫一位客人出售一間一房單位出租 看到後面基本上是客廳那邊 後面就是廚房那邊 今天我就介紹這間全新建的一房屋 就想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單位就在一樓那邊 基本上一出了電梯 轉一個彎 第一間在右手邊 基本上是這個單位的 這間是全新建的 Hill發電箱 都是劍橋自大的發電箱 其實這間房屋基本上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一天到來已經是廚房和客廳這裡的 都看到其實都很闊落 可以放到一張很大的梳化 還有放一張吃飯桌 都足夠的位置 還有這邊 它這些Hill發展商做的 真的算是很不錯的 這裡也有一個 built-in 細烏機 就是Sanuzzi 牌子的 這裡的worktop全白色 所以都做得很舒服 還有櫃下面是有些strip lights 一定夠光 這裡裏面有很多東西用來擺放 看到這裡就做得很好 全部的按鈕反而在裡面的櫃 就不用那麼多按鈕 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全部都是soft close的 當然 全部這些新建的多數都是 主食爐就是用AEG的牌子 這裡抽氣線都是循環那種 這裡都是拔下來的 這裡都是Elecar的牌子 而微波爐和焗爐都是AEG的牌子 這裡有雪櫃 還有下面的冰櫃都是Zenuzzi牌子 這間屋就用了一個灰色的 就變成了它其實都很modern 都很像香港那些櫃 還有整間屋基本上都是用了這些spotlight 即是一盞pandant light都沒有 全部都是spotlight 所以很光 還有整個單位都很開放 還有它這裡有smirker alarm 還有它這裡全部都是用MVHR系統的 之前也有提過 基本上空氣就循環 令到這裡不會太過實力太重 還有空氣都比較好 在Eddington這裡其實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其實它整個development 基本上是用全新的科技去做到 那些屋是 more user friendly more income friendly 所以其實外面這裡這些位置 基本上它這裡的垃圾放在這個位置 它下面其實它的系統已經是去收集了 所以如果人們說怕太多垃圾 還是要多東西維修 其實基本上在門口一出去 已經可以丟掉所有東西 是很user friendly 還有這裡這個位置 基本上這個不是間間屋真的有的 這裡可能有幾盞燈 這裡呢 剛才它做一個home demonstration 基本上是這裡給你看看 其實在窗門的位置旁邊 基本上這些是被外面的空氣帶進來 就是被外面的新鮮空氣進來 但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不會有聲音 就是怕如果人們想有新鮮空氣走進來 但是又怕外面的馬路都吵 雖然這裡真的完全不吵 聽起來基本上是這些全部是double glaze 這裡有個lock在這裡 我免得開到這麼大 但是它其實是真的完全不吵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system 讓它讓新鮮空氣進來 不是每間屋都會看到的 而且是不會吵 所以這裡也是一些新的technology 不是每間屋都會看到的 這個客廳都大概有850呎 這個位置在這邊 這樣看看房間 房間這裡呢 這裡也有100呎 這裡也有一個double mirror 叫Wardrop 還有外面這裡有一個爐台仔 那爐台仔那裡呢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早上出一下來 剛才說的那些垃圾放在它那裡 看到這裡其實 基本上如果你說 在Eddington小學那裡 劍橋大學primary school 基本上一走出來 基本上幾步已經到了 有單車勁 基本上這裡踩單車 進劍橋市中心 都算是很方便的 這個露台就 小了一點 但是都可以出下來 蓋一下新鮮空氣 那這裡剛才所說 這裡都是有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 air freshener 這間房間都是 有齊了spotlight 有spiker arm 剛才所說的NVHR 接著這些是 air sprinkler 就是fire sprinkler fire sprinkler 即是如果怕火災 就會有些 sprinkler彈出來 接著這裡的 這個double mary wall 在看上去 其實都可能只有兩格 但是 這裡有感應器 所以非常棒 上面可以放到一些 季 這裡有感應器 這裡穿過來 其實都挺深的 這裡有一個柱 其實都很深的 因為這裡其實 去到後面的位置 Storage那邊就 沒有那麼深 但其實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所以這裡真是適合 那些可能 雙人 工作人員 或者是 可能一個小朋友 其實都 非常之不錯 如果想在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 Primary School 那裡 先看看 Barthroot Barthroot 其實我覺得 很漂亮 這麼多 森盤來說 這個Hill做的 是真的最漂亮的 是這間的 全部的Taps都是用黑色為主的 它也是Talm Talm就是Talm 所以這裡是3Talm的 而且這裡的Barthroot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鏡子 所以真的 蓋在 Talm那裡 這裡也是Talm Talm的 Talm的位置 那就是這棵牆 是沒有很專業的 而且這裡還有Talm Radiator 這裡真的算是 類似酒店式的 Style 如果讓我住 我都覺得 沒有這個 很漂亮的 如果是自己住 好 看看這裡 這裡放了洗衣機 然後剛才 這裡是Underflow Heating 還有這裡就是MVH Assistant 這裡其實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這裡再多一點Storage 就不可能放在這裡 其實放了很多東西 這裡再多做一個衣架 如果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我相信這裡都是放很多行李箱 熱箱頭 可以放在這裡 還有這些全部的森盤 在Hill我都留意到 它全部都是Underflow Heating 基本上是每一間房間 有一個Control Union 這裡就控制客廳 然後每一間房間都會有 這裡是主人房 這裡有一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 然後如果出回來 這裡是浴室 這裡就控制浴室的房間 所以每一間房間 都有了它自己的Control Panel 控制Underflow Heating 這個劍橋Hill的一房單位 就全新的了 這一刻我們Pure Living 就幫這個客人出租了 如果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你也可以聯絡我們 這一刻我們是有一個盤 我相信都可以很快地租出去 這些盤是真的最適合的 可能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住在Underflow Cambridge的 Primary School那裡 真的最適合的 其實這個Eddington 這個項目 都真的很普遍 因為進去劍橋市中心也很方便 而且已經算是有它自己的community 而且當然是回到學校 這個一定是它的setting point 還有這個盤其實是很少見的 尤其是新開設都真的不會有的 這個是有它的co-working space的facility 我也拍了一點點的 footage 其實在這個開設在這裡住 基本上如果你說想work from home 你說可能一房未必夠位 其實是真的非常方便 真的很舒服 你外面的coffee shop都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基本上是給了這裡的駕駛去用 有了underground car parking 是非常安靜的 而且當然在劍橋踩單車 也有了自身的bike storage facility 所以如果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立刻聯絡我們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支持我們 還有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